Squatch 2的安裝 你在搜尋引擎裡面輸入Squatch 2 off-line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離線版 如果是線上版直接打Squatch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在線上版上面去 直接工作 輸入off-line之後第一個 在MIT這個官網上面就會有一個下載 點出來之後 然後你安裝Squatch 2 off-line的版本 你要先有Adobe Air這個程式 然後再裝他的off-line的 組程式 這個是他的範例檔一些其他的 可以選擇裝或不裝 最主要你點選了 我們現在版本是Windows版本選Download Download他就會跑到這個畫面 然後選立即下載 下載完在我們的下載裡面 就有一個Adobe Air這個安裝程式 請你點兩下 按執行 然後按同意 4 好那他在安裝的過程裡面 已經裝完了 你也可以繼續點選 我們的WindowsSquatch 2的 檔案安裝程式下來 安裝下來之後他一樣會在你的下載裡面 這個是Squatch 448的版本 按兩下就可以 直接執行 好他會說我要安裝在哪裡他會幫你裝 繼續 然後他會允許要用又要允許Adobe Air來裝 至於這下載的 project這個是他的範例檔 你可以用7zip 把解壓縮來看看 好這是他的project這些 就是他的範例檔 那等一下你可以裝完之後你可以把它複製到 你自己的 那個 那個目錄下面 Squatch 2這樣裝完了 看起來是英文版怎麼辦 點選這裡 選擇 正體中文 他就會是中文 那你關掉以後 下次再開 Squatch 2 offline的這個程式 他就會是 中文版 語言在這裡調 好這是Squatch 2的安裝 好這是Squatch 2的安裝 好